好的 欢迎来到采访席 我是主持人梁生线 站在我旁边的是来自JCR的明敏 先和大家打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JCR明敏 其实前两周JCR是号称永不加班 想问一下在前两周 加班率这么高的情况下 是如何完美地避开这个加班的 想问一下这个秘诀 因为我想学习一下 这个东西 这个秘密 这个不加 我觉得不加班挺好的呀 是吗 就不能传授一下给我吗 因为感觉这在一起 大家都加得很辛苦 想问一下 就今天其实是你的这个solo首秀 然后觉得就是在赛前的话会紧张吗 赛前的话还是会紧张的 然后觉得今天发挥如何呢 能打一个几分 感觉今天的个人操作食物太多了 打个 打分就不打了 反正今天发挥不太行 其实在前期的时候是 已经来到了自己的赛演局 但是很可惜没有稳住 然后来了一个4比4的情况 那其实在4比4的时候 在选途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就是会有点难选 还好吧 因为本来地图就已经早已经准备好了 就是该选就选吧 已经准备好了 就是打偶战的一个地图池是吗 那想问一下这个赛季的话 其实这个我们的赛程已经马上要过半了 然后打到目前为止 感觉团队的整体情况配合如何呢 配合都挺好的吧 已经开始慢慢对互相就熟练起来了 就感觉也是慢慢磨合起来了 那感觉在这个赛季的话 其实大家的这个实力水平是比较平均的 那你觉得对于你们这个队伍 季后赛的一个名额争夺有信心吗 对季后赛的争夺的话 目前是有的 有信心 但其实你们在拿完这场比赛的胜利之后 其实整体的排名也是在五名左右 进入A阶的话其实也是有机会的 那进入A阶的话感觉有信心吗 没有 这么直接吧就没有是吧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A阶这个东西就不奢求 就随缘吧 走到哪里去看 先进个季后赛再说好吧 目标就是季后赛嘛 冷静就行 那也是感觉你最近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就比如说这个发型上是发生一些变化 觉得你这个发型怎么样呢 这个发型还是OK的 还是OK的 那我们就一起用这个三星Galaxy S23Utro 一起记录一下你的发型好吗 可以可以 这个pose非常多 拍一pose 纪念一下新发型 再拍一张 再换一个 换一边 也是非常感谢敏敏接受我的采访啊 那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解说席 好的欢迎来到采访席 我是主持人梁生 现在站在我旁边的是来自狼队的梁博 先和大家打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狼队梁博 请问一下梁博 这个赛季对于你们的队伍来说阵容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那想问一下这个阵容跟之前老虎和现在旧颜的两套阵容打起来的话 打法风格上面有什么变化呢 之前的话可能是我偏辅助吧 然后现在我是偏就是补位 补位跟辅助 就偏补位了 更偏补位一些 也是旧颜的加入解放了你之前的一个位置 回到你常规的一个灵博位置 那想问一下 其实之前旧颜在原来的队伍也是打一个灵博的位置 但是他也打过辅助 那他加入之后你们是怎么样去决定谁去打这个辅助的位置呢 就是说他想打辅助嘛 然后就先 这阵容我先试一下 如果不行的话可能还会调整 先尝试一下 那平时有没有在私下跟旧颜比一下 这个抓地谁会更强一点呢 他强一点 他强一点 但是他想打辅助 所以就先尝试一下目前那个阵容 那旧颜其实在平时是一个比较沉默寡言的选手 那平时在生活中 他跟你的交流沟通多吗 生活中还挺多的吧 就经常出去吃饭啊少的 交流还是比较好的 那在赛场上的话 就是平时你们的这个指挥是主要由谁来负责呢 就三个人都抱自己的信息嘛 就三个人都说话都互相兜底的 之前就是野鹤在采访的时候 说你的话比较多是这样吗 可能我话稍微多一点点吧 占比还是要更多一些是吧 那其实之前野鹤也说了 追缘的加入增强的辅助位 但对于当前的这个版本来说 就是感觉你们在比赛过程当中 可能这个双领跑的这个位置很难维持住 你觉得导致这个点的最大原因是什么呢 可能是我们道具到后期处理不好吧 然后到后期的时候 可能小失误还有点多 是有些失误的 那其实在后续还要继续磨合是吗 那想问一下就是 目前在本赛季是有两个道具强队的 就是RW和琴九 那你觉得这两支队伍如果对决起来的话 谁的胜算会更高一些呢 应该都有机会吧 都很强 应该都有机会 那我们就期待一下之后的表现 那也是恭喜狼队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那我们一起用三星Galaxy S23 Ultra 一起记录一下这个时刻 一个你平时比较喜欢拍照的姿势 经典剪刀手 换一个吧 这个经典狼队的姿势 那也是感谢梁博接受的采访 那我们接下来把画面交还给解说席 采访期上借机会替阿诺以及自己补一下 往里锯功能的 那我锯一个 补一个 锯一个 礼数不能少 锯 好的 这个确实打比赛打得可能太专注了 上台之前阿毛就特别特别的专注 在我抽图的时候 他就在后面疯狂的喊着 是阎光吗 是阎光吗 怎么说特别喜欢跑这张赛道呢 那行吧 四张图里边 如果真的又让你选一张的话 你选哪个 我选人鱼 真的鸡呀的 打头鸟哥选人鱼 对啊 我刚才练了两天的人鱼 都来白练了 这个没有 没关系啊 后面肯定还是有机会让你 不对啊 人鱼倒是今天好像输五分啊 对啊 随时我一直练的技巧 A车没练啊 打扰了打扰了 后面还是全面发展一下好吧 毛史上好像在这个赛季 计时赛引入以后 这个胜率非常的高 现在是打了几场的话 胜了几场 知道我是知道我输了两场 输给谁了 输给猴子跟东方了 哎呀都是绝活哥呀 输东方那个没记错的话是电音吧 哦 飞月神舟 颜色大王族啊 颜色王族啊 那确实可能是对方buff跌码了 但是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啊 下面一个问题 其实今天打完以后 我们的常规赛已经打完三周了嘛 对 相当于常规赛赛程已经过半了 觉得自己以及自己的队伍发挥怎么样 呃 感觉挺好的吧 道具很猛 然后竞速有点拖后腿 对 拖后腿三个字绝对称不上啊 因为对于道具组来说 他们的发挥确实非常非常亮眼 呃 竞速组的话 尽量的去跟上脚步好吧 那你觉得在后面 还有两周的常规赛的赛程 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和补足的地方 呃 就是我们竞速组 就更加全面的发展一下吧 就是再补强一下 给个建议 地图直深一点 啊 对 然后再稳一点 相信你们一定会在这一次的季后菜里面大发光彩 呃 尽量的去突破一下对视的最佳战律 好吧 啊 这是季后菜了 啊 没有 没有 展望一下嘛 啊 加油 而且啊 借此也是可以和咱们两个上次就一起合照是吧 啊 再次使用我们的三星S23 Ultra 一起进行MVP的拍照合影留念 来吧 又是咱们两个 上次你太高了 这次稍微低一点 现在我们稍时休息 下场比赛马上回来 欢迎来到采访期 我是主持人冰神 现在站在我身边是该获得比赛胜利的RW悟空以及RW玲珑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RW悟空 大家好 我是RW玲珑 大家好 我是RW玲珑 好的 欢迎两位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问到悟空 在你来到计时赛之后 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四连胜了 你觉得你自己的优势在哪呢 就是没有优势啊 全靠运气 全靠运气 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赢下了比赛的胜利 可能对面的比较紧张吧 对面紧张一点 你会比较放松一点 所以说你的优势最好 不是 我比较赛 然后精力跑就好了 精力跑就好了 好的 那你喜欢这个赛制吗 我 还好吧 适应这个赛制吧 哦 强者都是让自己来适应我们的比赛赛制的 对吗 我是弱者 你是强者 那这个即使赛跟SOLO比起来 你觉得哪个会让你更自信一点呢 SOLO赢了就自信啊 输了就不自信啊 哦 那所以说还是更加对SOLO来说更自信一些 赢了就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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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好像赢的次数会比较多一点啊 没有啊 我一直输啊 一直输吗 但是其实从悟空的回答当中能看得出来 其实你应该是会更加享受在实战当中的一些对抗吧 我享受了别人骂我了 我要享受了别人就骂我了 享受了别人就骂你 你获得的比赛胜利这是你应该的 好吧 我比卡仁 卡仁也是我们实战当中的那些战术嘛 好 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从这周开始 即时赛获胜之后 首途以及王途选择出来不是美途就是空港 你们为什么会这么选 这个 这个看教练嘛 教练选的我也不知道 教练选的你也不知道 但是我发现自从狮子来到RW跟你搭档之后 你们从上个赛季开始就一直选出来空港这张图了 那这又是为什么 全是因为教练 可能教练也喜欢美洲空港嘛 同时对你们两个人这一张图也是比较自信 不是他经常空港跟我们单挑的 教练给你们单挑 那胜负怎么样呢 他拔拔国服 拔拔国服 拔拔练你们 对 那能看得出来这两张图应该算是属于你们的企业文化了是吧 教练传的 教练传的 教练传下来的 好的那下面那个问题问到玲珑啊 你觉得这个赛季的道具跟上个赛季比起来 哪个打得更好的 感觉这个赛季 这个赛季会打得更好 对 但其实从数据上来看 跟上个赛季对比下来 你们除了领跑以外其他各项都下滑了 你觉得这个变化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可能就是因为你们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也是全胜 在面对胜利的时候 他可能体现的不太明显 不知道 但是你觉得哪个赛季打得更顺一点的 这个赛季 这个赛季会更加顺一点 对 更自信一点 那对于你们而言后面还有五场比赛没有打 你有信心把连胜保持到场位赛结束吗 没信心吧 我感觉肯定会输的 肯定会输的 那你觉得会输给谁呢 后面的对手当中 ISG跟琴九吧 这两只道具强对你觉得都有可能输 对 胜率大概几几开呢 胜率 胜率不知道 不知道 随便给个正常按悟空来讲可能一九开 那对于你来讲呢 那就一九开了 一九开 那也是希望你们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能够继续保持您的联胜 那也是非常感谢悟空跟灵龙接受我们的采访 我们稍后休息 比赛马上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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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好 好 零